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科學生之第四節 第四節其實想回應其中一位在頻道上一位網友問的問題 有位網友提到可否介紹關於幹細胞治療中風的最新發展 我想這不只是一位半位聽眾關心的問題 如果大家留意幹細胞治療,尤其是如何治療中風 尤其是中風可能會對患者造成長期影響 大家希望找到一個長遠的解決辦法 當然我本身的專業不是在分子生物技術上 但我都盡量用我自己找科學新聞的觸覺去嘗試去了解一下 究竟現在的前沿發展如何 具體的答案,我會說暫時未有太理想、太肯定的結果 但內情牽涉如何?為何會這樣呢? 讓我留在這一節比較後的部分,再慢慢和大家解釋一下 但在這一節,其實大家畫面上看到 我想介紹一個與幹細胞科技相關的技術 它最後帶來的結果 似乎是為了糖尿病患的人士 是有一個頗重要的喜訊 希望這種療法未來得到更大的發展 而這件事,究竟跟當初有聽眾在頻道上問 用幹細胞治療中風的技術會差多遠? 為何我們可以在用幹細胞治療糖尿病上獲得了一些進展? 但是同一時間,用幹細胞治療中風又好像未有這麼樂觀 我們需要了解一下這回事 好了,讓我由糖尿病的個案去解釋一下 其實一般來說,糖尿病患 大家可能也理解得到糖尿病 就是身體控制血糖的能力降低了 如果有分一型和二型 二型的病患者會慢慢因為身體的生活習慣和肥胖 令到身體出現了變化 令到管理血糖的能力降低了 有些情況甚至因為身體的肥胖 能夠壓制著胰臟 令到胰島素不太有效 甚至令胰島素留在胰臟上傷害胰臟 亦有 譬如是先天的情況 所以我們會因爲先天後天因素 其中也能幫助我們如何分類糖尿病 更準確的定義 我想有朋友可能會更清楚 但容許我在此集中討論一下 今次最新發展 究竟為何可以用到幹細胞技術來幫助糖尿病患呢? 這是我嘗試的解釋 在剛剛這個星期的消息來說 他指的是用到病人去胃的細胞 拿出胃的細胞 然後經歷過一個過程 將它還原成為一種多功能幹細胞 這種技術其實也在這十幾年是一個很重要的突破 以前我們經常說要在這個胃胎拿取幹細胞 或者由嬰兒出生的時候 那些磁帶在血中留住一些幹細胞 當然如果說這些胃胎幹細胞是最寶貴的 磁帶血的幹細胞也有它的價值 但是因為很多時候是說 很多人根本沒有留住這些幹細胞 陪著它一直在 如果我們現時一些人沒有留住這些幹細胞 我們有沒有辦法跟它重新做出一些幹細胞 其實就是這種能夠誘導一些其他功能的細胞 去變成一個多功能幹細胞 這種技術就是一個很革命性的發明 因為有了我們將普通細胞還原成為幹細胞能力之後 我們可以將它變成為我們想要的其他功能的細胞 這就是最理想的想法 這次其實在這個研究中 我們正在做這件事 我們拿了一位糖尿病患者 就是它自己本身的胃裏面的細胞出來 將它誘導回變成一個屬於它本身的多功能幹細胞 再由這個多功能幹細胞 再誘導回加適當 通常都是加一些適當的荷爾蒙 我具體上是要加一些哪幾種不同的這些化合物 我自己具體上都不能夠一天去數清楚 就是就著我去向其他一些專家請教過 其實都是要加一些適當的 通常是一些耐分泌 會有一些是荷爾蒙性質的東西 將這些多功能幹細胞 誘導回成為一個你想要的功能細胞 這次來說 它們將這個多功能幹細胞 誘導成為一個能夠生產移好素的細胞 基本上就是一個形狀細胞 而且不僅是一粒半粒 還能夠令它組織成為一堆小 可以說我們有的名字 不是一個organ 而是一個organoid 一個就像一個器官體 它與一個器官的分別 除了純粹大和小 以及細胞數量多寡之外 大家都知道一個正常的器官 裡面也有一個很好供應養分和排清毒素的循環系統 但是我們現在能夠令它完整地生產到 整個這麼完整的結構能力 暫時未有 但是我們產生幾粒 然後令它產生一個可以比較細的器官 然後甚至可以補足原本器官的不太理想功能 就似乎希望就是這樣 慢慢累積累積 會不會能夠達到目標呢? 這個研究還未在人身上做測試 但是他們就成功在一些老鼠 患有糖尿病的老鼠身上做測試 就發覺的確這些患了糖尿病的老鼠 它的胃狀能夠增加這個做測試的能力 大家很容易想到 因為它是老鼠 它本身體積比較小 所以它的器官也比較小 所以它需要這些能夠被reprogram 重新改造這些由胃的細胞 改造成為新的胃狀細胞所需要的數量 也會比較少 可能你比相對少數量的細胞 已經能夠恢復到比較多 它這個身體能夠控制血糖功能 一點也不奇怪 所以你會看到這個實驗 它是在老鼠身上成功之後 它在人身上成功的距離有多遠呢? 大家可以想像得到 下一步你說會不會需要在猴子身上做試驗呢? 或者會不會是一些病情未太嚴重 還是比較早期的病人身上做試驗 從而可以找到一個很自本的方法 來逆轉回糖尿病惡化的情況呢? 似乎就會有一些微膜在此 所以在這個研究中可以看到 這個幹細胞這種技術 它不是直接使用在病患者身上 而是需要把它適當地重新 program 令它改造成為我們所需要的器官功能的細胞 然後靠這種東西去補足原本受損的器官功能 就達到這個目的 今次就在逆轉糖尿病身上 當然長遠來說 我們當然希望能夠做到的規模越來越大 令這些細胞在身體內的存活能力也越來越高 最後能夠外加進去的這些新的分泌椰島素細胞 它基本上是完全融合在病人身上 而且可以存活一個很長的時間 我們就希望看到這個理想情況 但我會覺得今次在老鼠身上成功能夠做到的試驗 這個結果也是非常值得鼓舞的 好了,這裏就要說回 我們可否用這麼多的技術去治療中風呢? 首先,中風大家都可能會有些日血性和缺血性的中風 現在比較多的研究是針對於缺血性的中風 因為缺血性的中風來自血管生濕 令到有些腦部的血管生濕 令到有些腦神經細胞在一段時間內得不到血液供應 造成缺氧,於是乎凋亡了 甚至乎有身體其他部分 例如是在心臟上 有些心臟本身的心臟肌肉細胞 因為曾經缺血 甚至乎令到心臟肌臨受損 這些情況都有 一個中風嚴重起上來可能導致超過多個器官的功能受損 所以這也是中風這麼麻煩的地方 而且就是病人自己本身的自體恢復能力 不能夠追上去 所以可能中風後不能夠完全恢復先前的活動和體能 甚至乎整身的肌肉控制能力 甚至乎心臟容易負荷能力 亦大大降低 我們有沒有辦法去逆傳這件事 大家亦很容易把眼光放在幹細胞身上 暫時看到的研究比較多是怎樣去做 例如在腦部 有試過有個中風病患者 他腦部受損 當時直接嘗試將一些幹細胞 這些幹細胞亦很可能就像剛才所說 由病人身上其他地方的細胞 將它誘發成為一種多功能幹細胞 將它直接用在受損器官附近 尤其是你會認到傷口的部分 特別多是腦神經壞死的部分 然後就注入 究竟是怎樣注入 是需要由其他方法帶進去呢? 這個具體上 我認為多數比較會用到外科手術的方法 亦有一些病例 經歷過這樣的嘗試後 有一個理想的結果出來 令它恢復得比相當多 但是亦有一些其他病例 亦在一些研究成果發表過 就是病人心臟受損了 然後嘗試用外科手術的方法 將它的幹細胞注入 我們認為心臟的壞死部分比較多 可能心臟的肌肉細胞比較受損了 就直接注入它 就直接打入它那些心房心室的肌肉 但是很可惜 就是在這個病例中 出來的效果不太理想 其實在這個研究中 其中一個關鍵就是 那些幹細胞能夠停留在目標器官的存活時間有多長 它能不能夠落地生根 它能不能夠成功融合到那個器官本身 然後又真的變成那個器官想要的一部分 在最理想的情況 我們希望當這些幹細胞打入了這個受損器官的時候 受損器官自己本身的環境 它已經有一個原備的發育機制 去將這些幹細胞誘發成為自己的部分 從而達到一個療傷的效果 這是我們最理想的想法 但是譬如在剛才所說 在注入心臟的情況 就是發覺那些幹細胞 留在心臟的存活時間很低 所以於是最後的病人 就是有接受治療的病人和沒有接受的治療的病人 就不見得用到幹細胞治療方法有一個很積極的作用 是否代表著這件事真的完全無法處理 那我就不會說完全是 因為如果從剛才在這一節的開頭所說的那個例子 你能夠成功把這個幹細胞誘導成為目標器官的細胞 是很重要的一步 然後這些目標器官的細胞 能不能夠融入那個器官 譬如你說能夠產生胰島素的細胞 能不能夠成功融入在胰狀原本存在的位置 利用它周圍的循環系統繼續長時間生存下去 行不行呢? 另外就是如果我們直接把幹細胞注入 它的受損是老母或是心臟的時候 在那個位置有沒有足夠的一些環境 令它誘法成為那裡扮演那裡功能的細胞 然後於是乎達到修補的作用 現在最麻煩的就是 我可不可以將它預先計劃 我將這些幹細胞變成老細胞再注入 將這些幹細胞變成心臟細胞再注入 它可以不可以呢? 這裏你要很留意 因為這個過程 疑狀就是你需要那個細胞出疑到數 它就是一個正在走的疑狀 一個活動的情況 但是心臟那種肌肉如何去建立一個網絡 令它融合到整個跳動的節奏 這個連結是一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而這個連結是很需要那個器官自己本身 去誘導出來 去帶領它將那些伸進來 可以幫忙修補的部分 去編去一個指定的位置 從而達到一個康復的效果 老部也是 你不是說純粹打細胞下去就可以 它最後怎樣去連結呢? 其實是一個功能能夠恢復的關鍵 所以為何在這些療法中 大家會想著需要直接把幹細胞注入 而不是將它變成為目標器官細胞 才再注入它 但我不知道這樣說是否完全是對 會不會最後可以呢? 同時也有一些研究人員想過的方法 就是我不要就這樣把幹細胞扔進去就算 我為了想設置一個更加理想的環境 我就將其他一些 都是跟一些內分秘密有關的 可能是一些激素 同時間注入 令到它的培養環境更加理想 增加這個幹細胞在受損器官的傳媒率 也增加了它傳媒之餘 能夠變成為目標器官 去修補到目標器官成為新成員的這個紀律 也希望它增加 在這個路上來說 似乎是一個可以繼續發展的方向 也應該會有一些成果 所以在這兩個例子比較 在修補疑狀和缺血性中風的受損器官 有些少許分別 但是我會說 在這裏說了 用這個幹細胞技術治療中風 現在暫時還停留在一個研究的階段 有一些想法嘗試試 也想到一些方法想繼續改良 也要等待一個比較長期的結果 還有一些世界各地不同的案例 去報告他們的結果 所以希望這件事當然能夠快些去有進展 快些去發生 令到真的受到中風影響的患者 更加多的希望 令到一些可能已經是 情況更加嚴重的人 也可以更加能夠藉著這個新技術去減輕的病情 在這裏 我自己所知的我先分享到這裏 我們之後還有這個科學回憶錄的環節 像是有剩的 所謂的 有剩的 解釋 與職句 那些個人雙方忠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